所以扯起 照起 遮日月 頭頂申羅 七寶雄 扯起 照起 照就是黑色的意思 黑色的另起啊 一拉開了以後 遮天蔽日 遮住日月 末節臨頂 大節臨頂 一切兵荒 老幼同瞻 就像聖經裡面講的 那個可證之物啊 那個誤會的可證物的東西啊 物質啊 會降臨在什麼 耶路撒冷 降臨在耶路撒冷 這是什麼 這就是輻射層啊 這最可證的東西啊 要知道這個原子彈創造出來一定會爆炸的 尤其現在你看 蘇聯解體很多核子武器啊 都到處流落啊 你有錢就買得到的耶 什麼時候他們那些 伊斯蘭國的那些 那個什麼蓋達組織啊 他買到核子武器 他不放才怪啊 因為他們的觀念就認為 這個聖戰回去以後就回到阿拉的真主身邊去了 他們不怕死的耶 他就是希望死 然後帶著你一起死啊 大家一起毀滅啊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會發生啊 你像日本 那個廣島原子彈一顆下去 廣島三十幾萬人啊 死了二十幾萬 死了三分之二 一顆原子彈就死幾十萬人啊 你看一顆核子彈要死多少人 何況那麼多顆 對不對 這麼多顆 非常可怕啊 一顆爆就兩顆爆 因為要報復嘛 報復性攻擊 你打我 我要打你啊 就是這樣 所以聖經裡面都有 基督教聖經裡面都有記載啊 耶穌講的啊 他說那個日子會來的 什麼時候來我不知道 你們不要講說幾年末日末日都沒有人知道的 我們道場裡面講大千收束二八年 收束啊 大千收束啊 收束的意思就是收殺結束 收殺結束 大千收束 耶穌也講那個日子會來 什麼時候會來 他說連我都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連耶穌都不知道 誰也不知道 誰也不知道那個日子什麼都會來 你只能祈禱祂晚一點來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啊 每天正在叩求啊 叩求老母大慈大悲 眾生消災免結嘛 對不對 眾生免結 就是要免這個結啊 希望時間延後一點 多一點來求道 多一點來修道 就是希望這樣子而已 那時間是很緊迫的啊 什麼時候來你是不曉得啊 他說那個時候來了 那個日子來了 那時候耶穌講這個話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奇怪 他說日頭變黑了 太陽變黑了 月亮也不見了 月亮也無光 天上的星塵都要墜落了 看不到星星啊 那就是輻射層啊 對不對 那個核爆以後輻射層 科學家就知道吧 天地會變黑色的啊 我們講七七四十九天 天地暗淡日月無光 天地暗淡日月無光 所以就要扯起造旗遮日月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這個北方真武 文元帥 台後文元帥 把這個造旗打開來了 黑色的其實打開來了 日月都被遮住了 但是呢 人世間一片黑暗 只剩下什麼 頭頂申羅七寶星 只剩下七寶星 這頭頂申羅七寶星講的就是我們的玄關竅 放光動地啊 置諸啊 智慧的寶珠 頭頂申羅七寶星 七寶 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聖經啟示錄裡面講的 他說末節來臨的時候啊 所有一切的生命都要受到傷害 但是唯獨有那個額頭上有神的印記的人啊 你們不可以傷害他 他交代這些負責收殺的天使啊 額頭上有神的印記 這是釋迦牟尼佛說的 立世兒珠啊 大立世兒頭的寶珠 他額頭寶珠拿掉以後 就什麼力氣都沒有了 額頭寶珠出現的時候呢 變成大立世 頂天立地 我們也是啊 我們只要能夠守護這個戀神光 額頭寶珠 就無限的光明 就在黑暗之中啊 就是一團光明 這時候呢 負責收殺的這些天兵天將啊 就知道你是善良之士啊 就不會來侵犯你啊 而且還要保護你 頭頂申羅七寶星 威政北方為帥手 威政北方 就北方真武嘛 威政在北方 威眾帥之手 所有這些元帥 四大元帥之手 叫威政北方為帥手 肅清諸二掛甲兵 這個應該原文是肅清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肅清諸二 玉石分斑 肅清諸二 那不是拜託你掛甲兵嗎 沒這回事 不是趕快請求你掛甲兵 不是 肅清諸二 把這些這個邪惡之人 邪惡的凶臣惡煞 全部掃蕩乾淨 肅清諸二 所以大劫來的時候 有道之人是不用害怕的 因為他是要來收殺結束的是邪惡 邪惡之人還有邪魔歪道 他的對象是搞得很清楚的 關鍵就在有沒有頭頂申羅七寶星 諸二肅清以後 從此天下太平 甲兵高掛 這個掛甲兵是有典故的 所謂干戈止息啊 不再打仗了 干戈止息 於是甲兵高掛 掛得高高的用不著他了 這叫掛甲兵 從此以後天下太平 最後一戰 最後的戰爭 佛摩大戰 佛摩大帝把這些邪惡都掃蕩乾淨以後 從此以後我們人類的社會再也沒有戰爭了 不管是國家與國家的戰爭 或是什麼政黨和政黨之間的戰爭 或是家庭裡面兄弟手足夫妻的戰爭 這最可怕的 這個是內耗的戰爭最可怕的 所以這些戰爭都沒有了 肅清諸二掛甲兵 但是要想清楚啊 我們不要變成被肅清的對象就好了 要不要自己是邪惡之人就麻煩了 所以要長存善念 得到以後誠心抱手 要長存善念 不要迷失本性啊 這個身羅七寶星啊 來個不放光 光芒被遮蔽住了 你沒有回光返照啊 您若不照願行怎麼樣 必遭天遣啊 你沒有照願實行啊 光芒暗淡 像後學那邊有一位道親 求道以後不常來佛堂 一來佛堂就抱怨 說什麼 因為她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我家那兩個老不死的 為什麼老是死不了 講這種話 到時候就變成肅清諸二的對象 不要想說這樣就可以 求道以後就保險了 後學那邊還有道心 一天到晚在抱怨 自從求道以後 自從進入道場以後災難不斷 修道一定要受那麼多考驗嗎 為什麼修道那麼倒楣 一直抱怨 還動搖道親的心 有這種人啊 所有道場都有這種人 後學又跟他講啊 我說你來啊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們道場啊 有一個表文啊 就是撤銷表 可以註銷你的名字 看你要不要 可以燒表文註銷 你以後就天榜除名 地府再重新刮 有啊 因為我們寫錯名字要註銷嘛 要改名字的時候要註銷 不是有人表文上天以後 他跑掉了 沒有求道對不對 這時候就要註銷 我說有著註銷表 我幫你寫一張好不好 他說不要 從此以後就不敢再發牢騷了 他說不要 那我是沒有幫他寫註銷表 但是既然有註銷表 無形的註銷表也是有的啊 你反心棒到律師罵天 又被註銷了 自己都不曉得 什麼時候上天把你註銷了 自己都不曉得 這個天恩公 發育天恩公 木炸天恩公有一位張鼎然師 他就說 他有一次到大陸去辦道 有一個人就是來找查的 一直在批評 一直在批評 到蔣三寶 求完到蔣三寶 還在批評 講一次講一句 他要講兩句的 後來他們終於結束以後 結果那個辦事員在平爐的時候 發現那個表文都燒畫了 只剩下一小張沒有燒畫的 上面寫著這個人的名字 上天都不收他 而且他名字不是寫在最後面 他寫在中間的 整張表文稍微就剩下那個名字留著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前面講的 各方城隍來對號 報事靈通查得清 那查得清清楚楚 你沒有三觀大地持悲注啊 你沒有在那邊註冊的話 很危險啊 罪惡滔天啊 沒有經過赦罪啊 到時候呢 肅清諸惡 就變成被肅清的對象了 誰也逃不了啊 不管你身份地位有多高 逃不了 不管你身體有多健康 多有錢 逃不了 肅清諸惡 他會徹底的收殺 徹底的結束 那最後這一場 大救猿人 香兒女 火光落地化為塵 今天不是要來 今天最後這個末節 不是要來傷害我們的啊 是要來救我們的啊 大救猿人啊 要大救我們這些猿人 這猿人就是沒有失去本性的人嘛 不要迷失本性啊 這些是我們無疾家鄉的好男好女啊 善男性女啊 叫香兒女 善男性女啊 這個我們是被拯救的啊 所以這是天降道 天降大道啊 拯救善良 天降大姐啊 收殺罪惡 收殺邪惡 所以這個兩件事情同時發生 所以說火光落地化為塵 就算是戰火連天啊 火光落地化為塵 到了我們身上啊 落地就化為塵埃 化作塵埃 不會侵犯到我們 其實你光吃樹啊 這個河塵 就因為那個 在日本那個廣島啊 那個河豹啊 就發現那個 欸 牛啊 羊啊 這些吃樹的動物啊 就沒有受到河豹的污染 因為日本沒有樹死欸 後續到日本發現沒有人吃樹的欸 日本很奇怪 連出家人都吃肉啊 但是 欸 牛羊在河豹之中可以生存下來 因為他們是樹死者 光是吃樹就有這種 護持的力量了 何況我們還是修道人 萬物之靈 還有頭頂身羅七寶星 所以不要害怕這些啊 不要害怕這個戰火啊 火光落地化為塵 化作塵埃 但是我會想說 哇 這樣子的一個大劫之後啊 地球還能住嗎 我們是不是要搬到月球去住啊 地球還能住嗎 不會 四海龍王來住道 四海龍王這時候就發動了 各駕翔雲去騰空 駕起翔雲啊 赤大海的水啊 就算外面污染的 下面都是最乾淨的 通通升到天上去 翔雲沿龍啊 降下甘霖啊 所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啊 道德經裡面講的 因為我們的心啊 沒有辦法合天心 因為我們的心啊 沒有辦法合天心 現在天心人心啊 天心人心能夠相合 天地相合 我們大地兒女啊 通通變成善良之人啊 所以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啊 四海龍王啊 把這個大海水升到天上去 甘霖浦降 甘露華雨降下來 徹底洗滴 把這個大地上所有的這個污秽啊 都洗滴乾淨 就像佛說米勒夏生經裡面講的 大海水變少了 土地變大了 土地變得以前還多 我們現在地球啊 百分之七十啊 都是大海 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土地 將來不是啊 將來大海水會減少 然後土地增加 土地變得增加了 而且都很肥沃 經過乾土啊 滋潤的都很肥沃 然後說那個稻子啊 生出來 佛經裡面有那個稻子生出來 直接就可以吃的 很甜美 很乾美 直接可以吃的 不用煮的 直接可以吃的 所以這個就是四海龍王來駐刀 各駕翔宜去騰空 這時候就把這個大地呢 變成淨土 變成極樂世界 十方天兵護佛駕 保佑彌勒去成功 今天有十方天兵啊 來護佛駕 來護持這個彌勒佛的佛駕 要保佑彌勒去成功 彌勒祖師就是要來做這件事情的 道傳萬國九州 化娑婆土為蓮花幫 大同世界的來臨 這彌勒祖師做這件事 那就靠十方天兵來護持 天兵天將 十方天兵 這十方天兵啊 東西南北四方 東南西北 西南東北 這個八方加上上下總共十方 無形的天兵天將 有形的天兵天將 全部發動 我們都是天兵天將 我們這些辦事員 替上天辦事的辦事員 都是天兵 十方天兵 你要當壇主就是天將 天兵天將 來護持佛駕 跟彌勒祖師 同手同腳 手足相連 可以成就此一大事因緣 成就聖業啊 要成功 成就聖業 十方天兵啊 今天我們是凡人要變成天兵 那關鍵在哪裡啊 你要轉念才行 要從什麼 求財變成行功啊 天兵是來行功的 凡夫是來求財的 凡夫最重要就是賺錢最重要 然後後學有碰到一位講師啊 來跟後學抱怨 說他們那個道場啊 搬太多了 他說他一個禮拜啊 又出來四五天 他說太辛苦了啊 太過了啊 太過了啊 痛苦都不得了 我說是啊 是真的很辛苦 我說你晚上出來大概多久的時間 出來大概就兩三個小時啊 我說你都出來做什麼 參班啊 開會啊 很累嗎 他說我都盡量睡覺嘛 剝餅啊 那如果假日出去辦活動呢 就是幫辦嘛 反正多你不多 少你不少 他說那聽起來工作還蠻輕鬆的 他說就是花時間啊 是沒有出什麼勞力的 就花時間了 然後 後學又問他啊 我說你一天工作幾個小時 他說 一天工作啊 現在是責任制啊 最少也是八個小時啊 大部分都要十幾個小時 我的工作要做完了 那工作的時候可以休息嗎 可以打瞌睡嗎 那當然不行啊 我說有時候下了班啊 工作還要帶回去繼續做 因為從事電腦的工作 我說那這樣你不覺得辛苦嗎 他說薪水很好啊 注意啊 這就出來了 賺錢再累都不怕 要辦到的話 好辛苦啊 是不是 所以你種到還是種財 馬上就分出來了 馬上就分出來了 很多人賺錢 花再多時間 殺頭都可以去賺啊 對不對 殺頭的生意都有人做啊 像大陸賣地溝油槍斃的欸 照樣在賣啊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問清楚啊 你到底是重力還是重義啊 所謂義力之變啊 重力的就是小人嘛 重義的就是君子嘛 義就是行功啊 幫助人啊 公義啊 對不對 這個是自私的啊 當然是公義還是私利嘛 重視公義的 欸 行功了願 君子 天兵 天兵天將 在人間是君子盛前 回到天上 天兵天將 這個才有資格說來扶助彌勒啊 來保佑彌勒去成功啊 不然都是絆腳石啊 愛手愛腳的啊 一天到晚就想說 哇 上天啊 讓我多賺一點錢吧 所以 我們都要成為十方天兵 來扶持彌勒主持 來成就這個聖業